為三國的兄弟弟 怕一個支配力 轉型往生功力 饒舌歌手栗子 17歲因毒品傷害案 進入台北少年關護所 在人生最低谷時 遇到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家人及社工的陪伴與鼓勵 成為他改變的動力 決心戒毒後 因緣際會接觸到饒舌音樂 開啟創作之路 接觸過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對你的生命有怎麼樣的變化 怎麼樣的影響 可能就讓我真的想要認真 去把嘻哈跟我喜歡的創作也做好嗎 當你跟同儕在一起 在做這個東西 你還不像個樣子的時候 他們都會歧視 然後排斥 就覺得說你那麼爛 你不行我幹嘛 但是小青老師帶我來這邊之後 大家都直接叫我跟人分 然後我自己知道我不行 他們給你貼了一個很好的標籤 讓你先相信自己 他們比你相信自己更先相信你 對像我是想要當藝術家 但我覺得我生活太平凡 是沒有辦法成為藝術家 但是我的歌唱老師 他就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其實你是 因為你會把你弄想慢慢實踐 其實就是生活實踐藝術家 我就覺得很OK OK 很不錯 我們年輕人的賽 那你會想給我們協會 或是想跟你一樣的青年們 怎麼樣的建議建言呢 就是如果人生才是有機會選擇的 如果你還是能看見 比你更慘的人 他也努力的活著 那你一定要相信 你還可以 你一定OK 然後這個協會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想說的 只有兩次 謝謝 身為資深更生人 義工的賴沛霞 看到過去參與 更生人關懷行動的老照片 不禁熱淚盈眶 他感謝協會一路堅持付出 陪伴少年竹夢圓夢 因為今天要來參與 今天這個活動 我就回想了一下 然後就想到 最早的幾個老朋友 孫悅孫叔叔 我們那時候就跟教會一起 就到 跟更生團起 就很早 所以我二十出頭 我就很幸運 就可以開始接觸到更生人 因為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我聽到了很多的故事 然後今天的邀請 秘書長的邀請 就突然之間還有一些照片 我覺得最感人的是照片 因為我忘信很高 我不太記得這些事情 一直到他們給我一些照片 我才想到說 對 那時候到少年關護所 還有成人的男子監獄 女子監獄 所以我要說的是 特別對這些更生的少年 這就是你生命的一個歷程 有一天 你一定會以你自己的職業為榮 我希望這每一個孩子 經過了這些挫折 理由不一樣 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能是經濟的誘惑 或者是交錯了朋友 但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有這樣的協會 對你們的支持 然後你們有需要 你們知道有誰可以找 有誰可以幫著你 去完成你的夢想 當然我們以前都說 有夢最美 但是陪你做夢的人很重要 那我很謝謝協會 還有謝謝很多相關的團體 你們一直都很默默地在陪這些孩子 壯闊臺灣聯盟理事長 能有選擇的機會 多數的我們都非常的幸運 我們有家庭 我們有老師 我們有同學跟朋友們 適時的 及時的接得住我們 那有一些人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們或許沒有那麼的幸運 他們需要多繞一點路 他們需要社會的包容 需要社會多一點點的陪伴 那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大家都在這邊 這是為什麼我們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過去30年來在做這麼重要的工作 一個成熟的有韌性的社會安全網 真的很重要 但是很不容易 不論是在智商的工作 不論是在安全的維護上 各式各樣 我覺得我們如果能夠努力的話 我們應該要給他們更多可以選擇空間 選擇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機會是我們必須要提供 所以我想其實不論是站在公務部門 或是今天站在各位 當我們社區的議員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給的就是 希望 所以我想其實今天 我們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這麼多年來 我想不論是新北台北 都是對我們的這個少年來講 真的是提供太多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也希望邀請大家共同 活動中秘書長江元凱 更揭開新logo 象徵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邁向下個30年 將跨出雙北擴展全國 讓協會可以接觸到 台灣各個有需要的角落 我大概解釋一下這個logo的意義 第一個我們用的這個水藍色 是代表一種包圍 代表一種清澈 一種沉浸 我們像營造一個環境 讓孩子在一個安全被包圍 能夠乾淨的環境裡面 我們來提供他們 那第二個是我們會提供很多的 創意性的服務 協助他們能夠來發展興趣 能夠來支持他們成長跟學習 讓他們找到人生的方向 能夠不斷成長 帶來黃色的部分 是希望透過我們這些工作 能夠為他們帶來希望 然後未來能夠連結成一個平台 他們可以在這裡發光發熱 我們也可以跟許多的夥伴 一起共同來幫助更多的孩子 他們未來也可以回來 來幫助他們的地理 我就真的常常有些時候 看到大家的捐款 看到大家的幫忙 願意來到現場幫忙 肯定我們 我都常常覺得自己做的事情 好像沒有那麼了不起 因為每天面對的都是真的 真的非常辛苦的這些課題 但是真的就是知道有這群人 來幫助我們 也來關懷我們 除了我們關懷孩子 還有一群人成為我們的後盾 以至於協會從過去一個小小的單位 能夠走到現在30年 有6個單位11個服務點 能夠其實每一個服務點 回鄉起來都是一個很棒的故事 沒有一個服務點是按照計畫建立起來 全部都是很潔心的建立過程 30年來 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運用三級預防的概念 建立貫穿式兒少保護系統 從司法少年開啟服務 回推到社區預防工作 開展6大服務 陪伴超過24萬人次少年 找到未來的方向 成為接住生命的那雙手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